大家好,欢迎收看华夏卫视,我是邓倩倩 在新闻的一开始,马上带您来关心本周的头条新闻 维州工党年会于上周六在Muni Valley Race Club举行了维持两天的会议 澳洲总理吉拉德以及工党领袖安德鲁在会上分别做出了主旨讲话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到2013维州工党领袖代表大会 此次会议将维持两天在Muni Valley Race Club举行 刚刚率领澳洲史上最高规格代表团访华回来的总理吉拉德 以及工党领袖安德鲁将在会议上做出主旨讲话 2013年4月20号,维多利亚州工党在墨尔本Muni Pound在马俱乐部举行了维州工党年会 通常每年举办两次的大会旨在为党代表、工党党员、维州议会的工党议员 支持工党价值和理念的民众提供一个平台 共同讨论维州工党所关心的话题 涉及澳大利亚联邦、维多利亚州各自生活的社区支持的社会团体的 在本届年会上,维多利亚工党领袖安德鲁先生首先代表全体工党做主旨讲话 维州工党领袖安德鲁于2012年12月完成首次访华行程 五天时间访问了中国深圳、上海、苏州和北京 虽然时间短暂,但他已经可以弹出自己对这些中国城市的印象 他说,深圳的活力、苏州的科技、上海的现代、北京的历史 这些都让我印象深刻 紧接着是澳大利亚总理、继联邦工党领袖吉拉德女士讲话 三年一次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将于今年9月14号举行 而四年一次的维州大选将在2014年11月举行 在会上,总理吉拉德更指出 如果在今年9月联邦大选中再次成功连任 将会给残障人士给予更多的关心以及优先权 给予学校更多的福利 给予贫困学生精神上的支持以及资金上的资助 并答应改善以及提高国家宽带网络速度